金山掏金热活动 来到旧金山从来没有去掏过金 真是枉费千里迢迢来到这个传说中的掏金圣地 现在机会来了 在东湾的Solano County Fair将举办一场掏金热活动 除了可以现场和一家大小体验掏金的乐趣 还有展览和许多有趣的活动 适合全家人一同参与 Rock and Roll旧金山扮成马拉松 一年一度的Rock and Roll旧金山扮成马拉松来咯 你可以一边享受跑步的乐趣 一边欣赏金门大桥的美丽风光 是多么引人入胜的活动啊 赶快来报名吧 除了马拉松活动 4月1和2日还有健康和健身博览会 参赛者一定要来参加博览会 以领取号码牌 购物袋及T恤 第36届爱猫协会猫展 Casual by Cat Fanciers Association 你喜欢猫吗 你家里有养猫吗 第36届爱猫者协会猫展 即将于4月2日3日在东安 Alameda County Fair盛大展开 现场将有超过45个不同品种 及200多只猫等着与您见面 另外还有七猫救援团体提供的爱猫认养活动 以及各种猫咪相关用品展示 爱猫的朋友不要错过咯 旧金山周日封街派对 Sunday Streets in the Mission 旧金山周日封街派对 是一个旧金山有悠久历史的休闲活动 让市民们享受一天在大街上 没有车辆干扰的悠闲生活 4月10日的活动 包括广受欢迎的自行车健康计划 有免费自行车出租计划 城市自行车出租一日游 和自行车安全指导课程 内容包括自行车维修保养 和成人自行车路面安全教育等 现场还有音乐表演和娱乐活动助兴 欢迎您和家来体验一下 在大街上散步或骑车的乐趣 三番市传统樱花节 北加州传统樱花节将于4月9、10日 及16、17日两个周末 在三番市日本城举行 届时将有多个特色美食摊位 传统文化表演 现场功夫杂技 音乐表演 现场还会秉承传统 选出今年的樱花皇后 今年的樱花节游行 将在17日下午 一时开始 如果您和家人或朋友 想要亲身感受日本的 传统历史和文化风情 来参加樱花节庆 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